我是天安歌冰 然后是这个我们这个 演出的这个 团队叫吃老虎 配不太好 太阳落伤的时候 下雨流 燕子在屋檐下 做了一个我 电视里的新闻说 因果有十几万头风流 梦见他们都在草地上吃日草 都在草地上吃草 那当时成立工作室想要说 那肯定有个针对的方向 那我跟其他的工作室不一样 对这个就跟剧场 本身我们跟其他的中国那些 做戏剧 也不太一样 所以在90年代末 这个吃老虎 当时有些人在一起 用剧场的 方式来做事情 其实并不一定是要做一个像的戏剧 或者是像那种 很多当时正在存在的 就是90年代末 在北京有一个 商业戏剧的那么一种 一个比较 司徒很繁荣的那么一个阶段 那我们可能是 想远离这种东西 那么做一些什么 或者说我们不喜欢这种 戏剧 也不打算作为一个这样的戏剧人 那么 但是要做一个事情 那么还觉得剧场可能是一个 当时可以 做的一个像那个媒介 那个灯怎么 那个地流 这个名字是肯定是跟那个 与路有关系 是全中国人都知道的 那个帝国主义 那些都是吃老虎 对啊 我们是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要好玩 然后 实际上在我们那种 在我们的那个文化里面 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吃老虎 就是老虎的这种 貌似强大 实际脆弱 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其实可以去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 都是这样 同时这个 这个词里包含的一种 两面性 就觉得是一个 很游戏感的 一开始可能我们 就是 发现了这个词的这种 这样的意味 最早的时候 当时也是五年 后来就 就 就说一下吃老虎 一开始就有一种 非常悖论的 非常那种 小姐的那种感觉 一开始是从那个 反对那种 脱离自己的 然后 比较体质化的 或者是比较文学性的 这样的一种 戏剧 就形成了 从形式到那种 到整个的概念 都是这样的 那种东西 包括它的 理学上 区域上 都是一样的 那么是脱离这个群体 脱离这个 已经被确定的 这样的东西 中国所知 剧场和话剧还是有区别 对 非常大的区别 跟话剧在中国 这个词被 强调到 替代了 好像所有的戏剧 还是从戏剧里面 发生出来的 因为戏剧主要是一个 文学性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有大量的 语言台词 那么很多时候 这种台词 可能在中国 更重要之后 就变成 简单就是说 话剧说话 表演 但是剧场 和戏剧本身 已经不同了 在英语里面 戏剧场 不是一个词 那么剧场 在整个西方二十世纪 它是一个 这种词汇的选择 它其实是 意味着一种变化 它是对现场的强调 是对那种 戏剧家的权力的 一种消解 不是所有剧场 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 不再是 仅仅是为了 来演绎 一个剧作家的创作 它的 现场的这样的一个 剧场的排练 舞台的这个 此刻的这个空间 变得很重要 那么就是 其实 其实也是强调了 这个导演的权力 这种创作的方式 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一开始是 就是没有剧 然后 那么 整个的所有的台词 内容的创作 都是在台湾场里 产生 所以很多的内容 可能是跟演员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对演员里 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就是不是那种 画剧演员 需要有创作性的演员 创作性的演员 有可能 就是一个生活中的某个人 就是写不同的职业 在朗诵 其实也不是剧本 朗诵 朗诵的是一些公共性的文本 2011年 国内生产总 就是国家都在不断的生产各种文本 很多很多的东西已经在那里了 不需要你再去创作 只是怎么使用它把它摆在那里 剧场就可能是一个把它重新组合 摆放的这样一个空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深入开展 文化体制改革 全面推进 文化产业 加速发展 这种排量不是为了怎么去 为台词 怎么说 这种排量会变得 非常的 有偶发的 有不可预料的 很多东西 怎么来使用它 我们现在也在尝试一些 从一些社会行动到剧场行动 这样的一些过程 那么翻过来作品也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再回到一个现实的现场 不去现在这种剧场演出这样一个框架里面 我们现在最新的今年 今天那些作品都在用一些研究 花比较多的时间 尽量地去 去进入一个生活 这样的一个世界带动 现在很大的困难可能就是 怎么来跟更多的年轻人或者是 来 在 告诉他们要 不断的要告诉 不断的要重复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整个环境是没有一个 能够 建立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基本的一个 一个体系 或者是一个怎么来去 人质 所以 所以 重复性的在 跟一代 又一代人在讲这种事情怎么回事 很多时候 发现都是重复的工作 这个是一个困难 那么 它后边就会涉及到和 合作之后 是吧 你会遇到不断的会走势 会来到 会在中间 你还会被培养这些 剧场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用剧场的方式去生活 这时候 这时候一直在跟林智人关注的 就是 上手在这种剧场 创造的方式 用剧场的剧场 一说 一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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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国产有功 我一直还 还能在 往前走 一直在 写动 自己的方式 想到这种状态 你的爱人都从图里面长了出来 风一吹他们都跳起了 风一吹 他们都跳起了舞 印第安人都从土里面长了出来 风一吹 他们就跳起了舞 风一吹 他们都跳起了舞